我们来介绍开发版 这里标示为0到13的是数位角位 其中有6支可以做PWM输出 3号角、5号角、6号角、9号角、10号角、11号角 这边有一个按钮是做Reset重置用的 这里有一个16U2的converter 可以将USB讯号转换成TTL讯号 这边是16MHz的实音震荡器 这里是ATMega328P原厂晶片 这里是ICSP In Circuit System Programming的界面 可以做SPI来使用 这里标示为0到5是类比角位 共6支 可以做类比输入 这边是电源角位 VIN接地接地 5伏特输出 3.3伏输出 这边可以做9伏特的电源输入 各位好 我们来介绍如何安装Arduino IDE 也就是Arduino的开发环境 首先请连到这个网址 www.arduno.cc 再点击Software这个选单 往下卷动 来到这个位置 Windows系统 请选择Windows Installer Mac请选择Mac Linux请选择Linux 好 这边我们选择Windows Installer 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Just Download 好 那目前已经开始做下载 等下载完毕 我们来接着做安装的动作 好 下载完成 我们来进行安装 请Double Click这个执行档 这边选I Agree Next 预设的路径 Install 好 Completed 已经完成安装 点Close 安装好Arduino IDE之后呢 有两个路径需要记下来 第一个是Arduino的预设安装路径 在西朝的Procon Files 里面有一个Arduino的资料夹 这里面呢 有一个Libraries 这个资料夹存放的是预设的Arduino 还是酷 第二个路径 是在文件里面 有一个Arduino资料夹 这边可以摆放自己的Arduino Code 如果有引用到一些韩式库 可以摆放到这边Libraries资料夹里面 接着可以透过桌面上的捷径 来启动Arduino IDE 这边有档案编辑 超高码工具以及说明的选单 我们来看档案 范例 这边有非常丰富的范例程式 可以参考 编辑 超高码 里面有验证以及编译 也就是可以对我们的程式码进行Compiler 完成之后按上传 就可以把程式码上传到Arduino开发板里面 工具 开发板 这边有非常多的开发板可以供选择 比如说Arduino Uno Arduino Nano Mega 2560 李奥纳多 以及Arduino Pro Mini 序列铺 这边原本只有两个序列铺 当我们插上Arduino开发板的USB线之后 电脑会自动安装驱动程式 这时候我们再重新来检视序列铺 它会出现一个新的Arduino所使用的序列铺 如果找不到正确的连接铺 我们可以透过装置管理员来找到它 执行装置管理员 里面的连接铺会列出目前所有的连接铺状态 这边就会出现一个Arduino Uno的连接铺 连接铺的号码 每一台电脑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要特别留意